除了政治插曲之外 聯合國海洋大會 其實是一場意義重大的會議 因為覆蓋這個地球表面 大約百分之七十面積的海洋 現在已經面臨了緊急狀況 那麼海洋危機主要來自於幾方面 首先是氣候變遷 海洋吸收了百分之九十以上 因為全球暖化帶來的過度高溫 而大規模的海洋熱浪 將會殺死珍貴的珊瑚礁 也讓缺氧的死亡海域擴大 再來就是二氧化碳 全球排放量在六十年之內 增加了百分之五十 海洋吸收了大約四分之一 結果導致海水變酸 威脅到水生食物鏈 另外一種可怕的污染 來自於塑膠垃圾 每年殺死一百萬隻海鳥 十萬隻海洋哺乳動物 而且垃圾量還在不斷地增加 過度捕撈也是一個大問題 全球只有不到百分之十的海洋 受到保護 聯合國秘書長就警告 在幾十年之後 我們的海洋會不會變成塑膠垃圾 比魚還要多呢 為期五天約七千人參與的 聯合國海洋大會 星期一起在葡萄牙里斯本 揭幕 逆程第一天 秘書長古特雷斯就警告 海洋已面臨危機 海洋覆蓋地球表面約70%的面積 產生50%的氧氣 吸收25%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但在暖化影響下 海水溫度不斷升高 酸性也變強 擾亂海洋食物鏈 加上年年增加的塑膠垃圾 海洋生態更遭受嚴重破壞 古特雷斯呼籲各國政府和企業 用有序經濟模式來管理海洋 而在海洋大會外 則有環保人士裝扮成魚類 諷刺各國政府別光說不做 路透報導指出 因為過度捕撈 全球漁業資源的可持續性 不斷下降 一九九零年 魚類在生物可持續水準的比例 是百分之九十 到二零一七年 勝不到百分之六十六 但今年三月 聯合國成員國對保護公海 免受開發的條約 仍未能達成共識 各國商討對策同時 坑牙有一群人 以實際採取行動 保育人員為了促進珊瑚礁富裕 在坑牙海域設立苗圃 保育人員每年種植八千多棵珊瑚 希望挽救因氣溫上升 導致珊瑚白化的問題 進一步協助恢復海洋生態 但人為影響 仍可能讓這些努力功虧一筷 包括大型商業 突網漁船會摧毀海洋環境 另外肯亞的彩砂問題 也嚴重影響當地珊瑚礁生存 共識新聞希望您編譯